小宇先生的经典名作《雷宇》自诞生以来就被改编成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 而其中护具版的《雷宇》一直是戏曲舞台上的经典之作 最近这处护具经典更是被搬上了大荧幕 8月27号由上海护具院院长毛善玉领衔的护具电影《雷宇》正式登陆大荧幕 这部影片集合了老中青四代护具演员共同演绎 故事以毛善玉饰演的繁衣为主要视角 揭示了周家两代人的爱恨纠葛 影片不仅保留了舞台版本中的花园会 四凤独炭等经典唱段 还展现了许多在舞台上未充分展示的原著中的经典场面 例如剧作高潮部分的雨夜戏 四凤周冲双声触电而亡的场景 记得那场拍的时候那个水车叫了好长时间 叫得我们总是灵得露汤鸡一样 我觉得我还好 而豆豆和那个金四杰一个周冲 他们两个年轻人苦死了 因为那个雨一直没有浇好 浇得不太均匀 但是好像更加走近这个人物了 真的那种悲凉感油然而生 记者朱敬威上海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